海龟台风紧接而来 预估会从宜兰登陆 北部地区首当其冲 宜兰的赏金业者 在今天中午过后是全面停驶 而龟山岛也宣布封岛一天 三星聪农也动得起来 预先抢收 为了预防淹水 宜兰施工所备妥了沙包 提供给民众领取 而加紧防台的还有渔民们 包括了宜兰跟基隆的渔民 都赶紧将渔船停靠回港 保护好生财工具 趁着台风前夕 游客们一早准备来一趟赏金之旅 因为上回台风前脚刚走 海魁台风接踵而来 担心说风浪会有可能会比较大的问题 没关系 担心外面风浪会比较晃 海魁台风目前预测可能登陆宜兰 不过不排除持续往南调整 宜兰投城赏金船一号一早已出航六艘 不过在中午全面停驶 提前做防台措施 加紧防台的还有宜兰三星聪农们 就怕台风带来农损 赶紧抢收 台风接力席谈人人几乎不敢懈怠 宜兰市公所备投将近两千个沙包 提供民众领取 另一边南方澳的渔民们手也没停过 赶紧用绳索固定渔船停靠安全的位置 外面水会比较薄 北京比较厉害 村子比较少 比较少 镜头一转 基隆巴豆子的渔民们也动起来 一艘艘渔船停靠渔港 全都拉紧缆绳 不过就有渔民抱怨 游的渔船几乎都没有位置停放 村子太多了 不然都没办法 渔国有没有办法处理 不晓得 都已经告诉他们的 都没有注意 没用就对了 眼看海魁台风恐成为时隔四年直扑台湾的台风 全台风景神经 严正引带 记者综合报道